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借北向资金通道进场 这个目前还不好说 对于操作来说 虽然目前还不能确定 大盘会不会像2019年年初那样 通过互盘资金 借北向资金通道 来达到提振市场信心的目的 但如果今天下午 中正1000指数 不能回到6065点附近的话 那么后面 我们要紧防小盘股的补跌风险 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具体情况 我们今晚再聊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